好 所以我们讲到的东西是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用计算机去解答的 然后我忘记给你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们计算机要回到原本的情况的话 要按MODE 不然你的计算机就一直在那个Equation里面的 他的那个设定是没有特别改的 所以如果你要回到原本正常使用计算机的时候 就按MODE OK啊 好 然后再教你多一个东西 是如果你感觉你的计算机怪怪的 如果你感觉你的计算机怪怪的时候 你就按Shift 然后按这个MODE的这个按键 原本MODE的按键是MODE 你按了Shift之后就变成Click 然后你点3 点3之后就变成好像叫什么 Restart 全部format变成format 整个东西洗完 他就不会有怪怪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按到 像有些时候你会可能按到的东西是像 呃这个啊 你按了一个这个东西 他就会很奇怪 他就会很多很怪怪的感觉 还有就是 你的计算机哦 这里不是有些东西哦 一个很小个的字 然后其实会出现别的字 如果你选了别的东西之后 他会变成R 然后他会变成G 就是他有可能会改变成别的东西 然后你发现他好像跟你使用的时候 感觉有点不同啊 你就按Shift按Clear 然后 Reset 然后等于等于他就变成正常的样子 OK啊 然后这是回到原本啊 然后我们一样去 呃 按一下其他题目的答案 所以我们按的是第一题哦 然后我跟大家讲 按第一题的时候 它是属于二次方的 所以我们在按Equation的时候 会用二次方 OK啊 所以我们写在旁边 好 所以我们按的时候是MOD按三次 然后点E 这个是因为它是Equation OK 然后按右边 因为你现在要处理的东西是Degree 就是不是Unknown Unknown Unknown的话是解 很多个未知数的 OK啊 然后按了右边之后 下一个按键是按2 因为我们今天处理的是第一题的情况 可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按键是3 所以其实你也要考虑3的可能性 像第二题我们就会考虑3 OK 二次方的时候 会当你选择2的时候 你的方程式的表达 就会是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你选择三次方的时候 它会是AX三次方加BX平方加CX加D等于0 给它放大一点 按MOD按三次之后 你会有第一个是Equation 然后点E 然后这个按这个地方是Unknown 你不要Unknown 你按右边 所以右边 跑到Degree的地方 2或者3 决定于你的 你现在要解的方程式是几次方 2次方就点2 3次方就点3 然后我们同考可以使用的计算机 是不会有4 就是这个地方不会有4 这个计算机可以不解4次方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去解4次方 只是我们这里是没有特别教 我们只有教这个方法而已 不然这东西要几 好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题目 回到第二题 我们第二题的题目是X三次方-E 它是一个因四分解的题目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是把它当做是 叫什么 把它当做是解题来理解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题目是X三次方-E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A是E B是0 C是0 东西是1 东西是-E 因为X三次方-E等于0 其实这个部分跟你在做综合处法的时候一样 因为你在写这个系数的时候 就是跟住这个顺序的感觉 ABCD可以一起的 好 所以我们就去按哦 来 嗯 默按三次 好 然后equation 然后右边 然后3 好 这时候他问你A问号 你就打E等于 好 B0等于 C0等于 呃 东西-E等于 好 你就会发现它出现的第一个答案 X1等于E 所以我们在解这个X三次方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们有第一个能够做综合处法的数字 其实是E 所以没有问题我们找到这个E 接下去如果你继续按等于的话 你会发现它出现一堆很奇怪的东西 你这样看的话是-0.5 -0.5 转换成 转换成 叫什么 分数的时候会是二分之一 但是 但是这里不是二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二分之一 因为你的计算机的右上角 会出现一个符号叫R 然后很奇怪的等于然后I 可以啊 这里讲的R很奇怪的等于I 表达的东西是实数跟虚数 有点深了啊 有点深了 就是这个部分要 只要你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代表它其实是无解了 这样子理解可以 只要你看到R这个等于I的时候 代表你这部分是无解 也就讲X2其实我们不要了 好 事实上我们在解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我们解出来的东西是X平方加X加1 这个东西在二四方的时候是解不到的 那时候我们也有讲过为什么解不到 我录啊 谢谢 已经录啊 好 那时候我们有解释过为什么解不到 因为B平方-4S小于0 因为B平方-4S小于0 所以我们也是有解释过 为什么他做不到了啊 OK 然后你继续按等于你会发现 X3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右上角也是写R等于I 这样就是他这次兑换的意思啊 就这边应该要是用Imaginary Number来解释了 OK 可是我没有用到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1 我们唯一能除的也只有1 另外一个是除不到的 OK啊 然后提醒你一下我们这部分做的东西 二三次是融合的 也就讲如果今天我们做2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来我们用Equation 然后去2 OK 如果只有我们在2的情况下啊 我们去解这个方程式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 你会发现其实做出来的单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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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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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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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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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样按一次看一下 1 0 -7 跟6 诶 -6 好你就会发现他出现X1等于3 代表他可以除的第一个数字是3 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答案里面真的有3 在做综合出法的时候 但是也是要提醒自己啊 那这个地方按出来的数字不是因式分解出来的数字哦 因为你按出来X1等于3的时候 我们写因式的时候还是写X3的 这部分要自己注意哦 可以当你在使用计算机 检查答案的时候 好 接下去是X2等于-2哦 我们有个答案是-2 再来 第三个答案是-1哦 可以代表这个方简式的三个答案分别是这三个 然后就没有了哦 因为他只有三次方法三个答案 X1,X2,X3 好 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回头去对我们的地气体 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 第七题 -1-2跟3 跟我们刚刚按计算机出来的答案是想通的 好 继续哦 我们看第四题 我们就要第四题的时候 你发现题目是X4方加2X3四方 就是他变成4四方 可是我们计算机只可以按到3四方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没有怎么办 就是做综合出法 没有没有没有 计算机在这在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在目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帮你解 这个题目 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要在在三次方或以上的时候 计算机帮不到吗 所以我们在三次方或以上的题目的时候 是需要先做一次综合出法的 先做一次 好 像这一题我选择做的是先做2 对不对 可以老师先做2吗 所以你做完2之后 他变成1-4-1-4 1-4-1-4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数字按计算机哦 你看啊 如果我们A是1的话 B方-4 C方-1 D方-4 你会发现我们按出来的答案是 这个很奇怪的数字 我是不是按错哦 应该是要出正确的数字 等一下我按错了啦 来 A是1 B是正式 OK 按错了 这是正式 好 C是-1 D是-4 OK 再来多一次啊 我们就会出现1 还有1就是刚才这个看到的答案 然后还有-4 诶 这边看到的答案 最后是-1 可以底下最后X加1的这个答案 啊 当然啦 因为我第一个数字选择做的要2了嘛 所以如果你第一个数字选择做 E的话你按出来的数字就会另外三个哦 这样子而已 给大家知道一下 可以这些计算机的 在解题这方面的方法 OK啊 所以大家在做之后的题目的时候 就可以用计算机帮助你解题哦 我认识的蛮多学生 当他知道计算机可以帮他解 呃 交叉成的类型题目之后 他就不会再做交叉成了 呃 可是老师还是要提醒你啊 如果监视数字比较难的话 你按下是还好啦 如果监视数字比较简单的 还是建议大家 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交叉成 这地方是我比较推荐的 就是你自己要分清楚什么时候用 然后怎么用 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细节 这样 自己请问 你你选到安顿小 就是你按目三次之后要按右边去找 去找 Degree 所以等下你的计算机右上角写的数字是什么 你等一下就计算机的型号是什么 你看着你的 570了 啊对啊 这样应该是要按右边 按三次之后 你按E 然后你要在上下左右那边 按右边 才会去到Degree 如果你没有按到Degree 你在左手边按Unknown's的话 他解的题目不是我们现在在面对的题目 OK啊 好 这个是第四题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按分数的时候 因为第六题是分数吗 哦第七我们就不做啊 第七 哎第七要做吗 做要做我们每个都按啊 你要练习一下都好 来 好 第七题哦 还有第七题 因为他也是他也是四四方的题目 所以我们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假装我们已经找了-3了 K-3是我们已经找到的其中一个 可以做因式分解的数字 接下去我们做第二行开始 所以第二行就会是1-5-2-10 所以我们开始按AE是1 B是-5 C是-2 然后D是10 我们就会找到第一个答案是5哦 这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做了5哦 另外两个答案就比较有趣哦 另外答案是-1.414213562 然后这个东西哦 右上角是没有那个R 跟I的代表这是一个答案来的 我讲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呢 这是-2 这是-2 然后你等于你就会发现它是正-2哦 这两个答案是什么呀 这两个答案就是这边看到的X平方等于2 因为当X平方等于2的时候 我们会有X会等于正-2 可以更号2就是1.414213562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无理数的答案嘛 但是无理数这个东西在计算机里面是存在 它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只是它不能够告诉你它是-2 就它一定会显示这样的数字 然后你不知道它是-2 你唯一知道它是-2的方法只有你去按-2 OK啊这边是1.4142嘛 OK那我们先回到原本的计算机按Mod1之话 变成原本计算机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去按-2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你刚才看到的数字 我们也只有这个方法可以知道 嗯因为所有哦 可以所有其他计算机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回更号2的都已经被-都已经被-ban掉 就不可以用 同好讲那计算机 太扯了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知道的话 学生根本就不用在学东西了 就它马上就可以懂了 所以它不要 它就把那些可以这样子做的计算机全部都 不让学生使用 OK这个是第5题 好 OK我们看最后一题哦 就是第6的-第6跟第8的类型 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题目涨降 这样我们看到的题目是这个 我们往上滑啊 sorry 看这个有综合处罚的比较好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选择数字是-1 好 选择完-1之后 我们剩下的答案是1 2跟1个 no solution 就是它已经不能再拆解的x平方加1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从这一行开始按起 我们从2-1 2-1按三次方的话 我们预期得到的答案 第一个就会是1 2 接着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另外两个 应该就会有那个R跟I哦 可以啊 来我们按一下 给一样 more 按三次 equation 这一页你按equation的瞬间就会出现很多时候 可是我们要degree 所以我们按上下左右的右边 然后选3 因为我们现在三次方 然后我们从这一行做起来 因为四次方做不到嘛 我们当做-1已经解决了 好 2-1 2-1 第一个单是0.5 也就是1 2-1 然后要跟大家讲 怎样从0.5变1 2-1哦 昨天好像有讲过啦 按这个ABC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好像有讲按shift 其实你按不按都不要紧 因为它是真分数 假分数才需要按shift 到时候再解释 你按了这个之后 它就变成1 2-1 这样子的表达就是1 2-1 在数学上就是1 2-1 OK1 2-1 1然后斜线2的意思 OK那右下角的那个这个东西啊 代表就是分数键 OK1斜线2 1 2-1 OK啊 因为因为 只有华人哦 念分数才从分母念起的 你懂吗 马来文哦 跟英文都是种分子念起的 一分二分之一还会念half啦 OK 可是 呃三分之一在英文上会念one turn 所以 所以 这种分子念 这种华人才从分母念起的 好嘞继续 OK啊 1斜线2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你继续按等于 就会出现另外两个答案哦 然后因为我们讲的另外两个答案 会是x平方加1 所以它应该出现那个 诶 右上角会出现 诶 诶 这边有个i 我的出现i 还应该要出现 右上角的那个东西 诶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计算机会讲 哦 没有 我的计算机会出现i 这个i跟你刚才看到 右上角的那个i是一样的 这个底下这个右下角的i哦 跟你刚才右上角看到那个r 然后箭头i是一样东西啊 就是imaging number不要了 然后你再按等于它 应该出现-1i哦 OK 然后这个i的部分我们高三才会学 高一高二都不会碰到 就不会讲到这样子了 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它就好了 就这样 这个是第六题 然后我们简单讲下计算机的分数键啊 计算机的分数键就是这个abc哦 刚才讲过 你按了它就会出现那个右下角的箭头啊 其实就是斜线的意思 好嘞 如果你今天想要表达1分之1就像刚才讲的按 你就会按1然后斜线2 按等于它就会出现2分之1哦 当然啦因为它是它自己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它变小数的话 你就再按多一次分数键它就变成0.5哦 然后换来换去这样 换来换去 可以吗 可以啊 好现在如果你想要按带分数 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机怎样表示带分数哦 我们打字打1.5 1.5我们换成带分数的话是1又2分之1 换成假分数是2分之3 可以啊 所以1.5我们按等于它就变1.5哦跟刚刚一样了 因为你让一个数字等于一个数字嘛 它没有真的做计算 好这时候你就在这边按分数键 它就会变成对它就会变成这样 1斜线1斜线2 就是整数分值分母 给它整数分值分母 所以是1又2分之1的表达 好然后你一直按分数键 它只会在1.5跟1又2分之1之间转换哦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它变成假分数 可以我们想要做计算的时候会希望它是假分数了 我们就按shift 然后再按多一次分数键 它就会变成假分数2分之3 这样OK吗大概知道一下这个 因为shift分数会出现低斜线C 如果你今天你只有按abc的话 它的按键啊 你的键级上面的按键的表达是这样的吗 A然后B斜线C嘛 这东西代表就是整分数按键 它的上面啊 shift的那个黄色的那个地方 黄色那个地方它写的东西是低斜线C D斜线C表达的就是假分数 所以你要让它变假分数你就按shift 它就会变假分数了 其他时候它都会自动呈现真分数的样子 真分数或小处啦这样子 OK啊然后它是很厉害的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按三分之一 还会变小处的三分之一 就零点后面一堆三哦 零一三分之一嘛 你按等于哦 你再按分数键它就会变成这样一堆三 这就是三分之一的小数吗 0.3循环 就这样 这个是跟大家讲的 计算机要处理因式分解 跟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功能哦 应该还有其他功能要讲啊 到时候讲到会跟你讲 啊总是遇事不绝就重来啊 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 最后就是没有事的时候要 看一下说明书 OK 然后也可以问Google啊 因为Google什么都有嘛 对啊 Google比我还厉害 就是你不懂的时候 你就你就打 How to use calculator to 什么这样 你要做什么就跟它讲 他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给你讲 你可能要换一个计算机之类的 就是如果你用你的计算机做不到 他就很明确的讲 OK 这个是第0章 OK 前半部分的因式分解 所以我们在竞争的第一章之前 我们还是简单 帮大家做一下复习啊 因为很怕嘛 来 我们这一章这个 上课之前要讲的东西 最重要的目的就只是想要告诉你 综合处法的用法使用 跟一点点细节 我们要知道综合处法可以处理的题目 包含处法 可以包含处法的题目 包含音式分解的题目 包含解题的题目 然后我没有给你处罚的题目 因为处罚的题目是你自己 翻翻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只是处罚的题目相对于后面两个来讲的话 就会有余数 所以你要你要去做了之后 就大概知道一下要讲去处理 然后老师蛮建议大家跟 一二四啊不对一三四 对一三四的同学 呃交朋友啊 对啊就是你们可以交换笔记来看 不同啊老师吗 他们给的题目就会有点不同哦 我们应该是后面开始才会一样 就第一章后面题目应该是一样的 这部分因为大家就各自发挥嘛 所以就会有题目不一样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去拿笔记来做做看啊 遮住那个题目遮住答案做做看 就知道机会不会哦 啊因为我们三个人三个人给的题目 跟交的内容有点不同啊 最后一是一样的 最后会一样 最后大家得到的东西是一样 只是大家讲的过程有点不同啊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做做看 大家应该都有一三四的朋友啦 不可能没有吧 有啦有啦有一点的啦 ok一定会比较一下吗 对啊我们只有一个女数学老师 哎你们的生物是谁 里二是凯俊 对啊 里三 呃化学是谁 天香老师 天香老师 哦哎然后 物理是建华老师 对啊 哦很可怜哎 四个理科都男生 我天啊太无聊了吧 好来 这 这就是呃就你们 最低会讨论的吗 就是什么老师什么老师 这很正常啊 ok就这样 我讲四个男 理科老师都是男生 你们点个屁头啊 来这是第第0一张 可以啊我去年也是 诶我去年 我去年四班每一班都至少有一个理科是女老师 你们也太好 诶真的差很多 因为你有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在那边 你懂吗 差太多 好这个是呃 前半部分 可以我们准备进第1张哦 来 呃 开始哦第1张 哦第1张 的部分是用这本课本的 但应该有些有买 有些没有买到 因为买到也不要紧不影响你啊 ok这本课本叫什么 Mathematics 1哦 所以以此类推 你明年就会读2 然后后年就会读3哦 正常来讲对吧 应该是这样啊 好然后 底下有一个英文甚至叫 Elementary Analysis哦 Elementary是基本 Analysis是分析 好嘞 所以这个部分在高中的时候都会叫 都会是用这种类型的名词哦 在数学上的话 然后上课是不会用到课本的 不会都是草笔记 然后习题的话是跟这本课本做 然后 嗯 我没有勾到的习题 通常会跟学生讲要自己做啊 但是不是全部都要自己做 因为有些题目 其实没有在考试范围 所以我如果有记得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提醒一下 所以其他我没有勾到的题目 是可以自己做的 然后因为刚好现在是线上嘛 所以我们勾的题目 会比在学校的少 讲实话 所以大家就不要抱怨说题目很多啊 真的比学校少我真的已经挑过啊 真的我去年没有给这样少啊 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可以的话要买这本 高级数学 同种处啊 高一上高一下高二上高二下高三上高三下 你就好留一套起来 留一套起来很好用啊 因为呃里面的题目是比较 叫什么 比较多的啊有各种各样啊 然后呃同考也是跟这本走啊 不过不正常来讲 你你如果跟着学校的章节做的话 这边课本这边的题目应该都是会做 只是表达跟你看那个内容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不同啊 不过你应该都会做了 连里面什么都有 但是有个坏处就是我们上课的章节 跟这章节有点差别 所以你大概要找华文资啊 像这个这一张 我们第一张华语叫直角坐标系 他在高一下 对吧 好像在高一下 高一上好像没有 我看一下啊 啊对高一上是没有的 可以所以这样我们学的这一张是在高一的下车那边 可以啊然后呃如果 没有如果就是老师其实不太推荐 大家在高一的时候硬要做同考题啊 虽然你会有很多学长学姐跟你讲 高一就要开始做 就要做同考题啊 你高三不会记得的 我好像你高一做啊 高三就会记得这样不会啊 对所以不用急着要去做同考题 不用不用 你先把这本做差不多就很够啊 可以啊懂吗 就是就是那学长姐就很怕你们 很怕你们不会死 这样不是啊很怕你们没有好好读书 所以就会跟你讲要改字 可是什么你不用啊 哎呀我高一没有在做 然后呃这本课本啊 紫色那本 呃粉红色课本大家对他有一点点容忍度哦 因为他有点久哦 1963年啊好像 我差不多40年前在读高一的时候 没有啊没讲久了啊 我30年前读高一的时候 就是用这本了啊 所以就跟大家讲一声这样 就是很久啊这本课本 所以大家对他有需要低一点 就是如果还有错啊 或者是看不懂的字这样 OK就这样我们可以开始上课哦 我们10点20好 对哦 诶10点10分下课 好可以我们讲一点 OK第一张 我来coordinate是指坐标 OK然后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写降哦 一种是写降 OK我们不去管到底谁对谁错啊 把它当做都对 OK然后point指的是点哦 好 好往下 equation指的是方程式 curve指的是曲线 可以正确来讲 这个字应该要念曲线啊 因为完曲嘛 一神 所以还应该是要念曲线 可是我念曲线 我跟你讲过对的东西啊 我只是念错好不好 OK然后equation解释一下 然后equation这个字的来源是equal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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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它转变成这个名词叫 equation的时候 它变成方程式 因为equal的华语是等于 所以所谓的equation就是一个有等于的数学式 它一定有等于的 只要我们讲equation就一定会有等于 OK 可以跟大家解释到这边 然后 呃 点的座标这个不用解释 或初衷其实有大概聊过 只是我们这里会学更深一点点的解释 好 然后这个equation curve 是蛮后边的 我们应该还没有这样快上到 好 就这样来我们1.1 好 好1.1 Rectangular Coordinate Rectangular Coordinate的华语 就叫做刚才老师讲的直角坐标系 后面这个卡贴线 可儿的华语是卡式坐标 两个东西我们把它当一样 一样的东西只是给你知道一下这两个名词 卡式是一个人啊 叫迪卡儿 可以是坐标发明坐标的人 或者我们讲把坐标变成数学的东西的人 简单讲这些人都是让大家痛苦的啦 包括 牛顿啊 阿基米的那些 OK啊 然后 呃 迪卡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呃 为什么很浪漫我不会跟你讲 你继续查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OK 好 呃 左边 直角坐标系的解释就是有直表 有直角有坐标 然后细指的是好像一个一个系统这样 OK啊 喂直角指的是这边是直角哦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地方叫直角坐标系哦 然后坐标指的是上面的那些点哦 一个名词这样 OK 大家如果有看金鸡的巨人就会知道坐标是什么啊 啊 如果你没有看也不要紧啊 不是很重要啊 对 好 好 好 来 开始哦 有两个 有两个 在直角坐标系里面有两个轴 OK 橫的叫XO 我们也叫横轴 华语我们不行啊 XO的英文叫X Axis 直的叫Y轴 英文叫Yaxis 好 然后这两个轴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叫Axis 写右上角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做题目的时候看到Axis的时候 代表题目要表达两个轴哦 太小哥了 可以简单来讲Axis指的是这个轴而已 Axis指的是两个 两个轴都包括 所以这个是Puller哦 OK Puller 对哦 应该是这样的随便啊 随便啊 不要要求啊 好 两个轴 可以两个轴其实都是输线的一种 可以小学有学过输线吗 就是那个啊 这样子0123 好 那我是讲1加2啊 从1开始往前走两个 对对对啊 这个就是输线 对啊 呃 坐标轴就是把输线变成平面 原本输线是横的一条线吗 他今天把横的一条线和直的一条线放进去一个 放进去一个平面里面啊 变成一个平面的坐标轴这样子 然后两个轴之间的焦点在这边 可以我们叫他圆点 原本的圆 点就是那个点哦 然后他的坐标就是00哦 他的英文叫origin 写的时候我们会写O 可以写的时候我们会写O 然后再来就是上面的坐标哦 如果今天是XO的坐标 我们就会先来写1234哦 然后提醒你一下我的习惯是XO会写在 在轴的下面就是那个数字啊 1234会写在下面 但是因为高中其实很少做这个写数字的动作啊 所以呃 不特别讲很深 在高中我们没有特别写那个1234哦 我们标点是感觉来源的啊 懂感觉吗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标个点哦 叫做43 这样4就是X轴的坐标 3就是Y轴的坐标嘛 叫我们那个感觉就是OK 来X比较多一点Y比较少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啊 我没有真的去1234没有了啊 我也没有做这种事情啊 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啊 你同学看他会笑你的啊 OK啊 所以没有了我们就感觉 你不要画一个不合理的啊 你懂意思吧 你这样子标个点 你跟我讲他是6 他是16 他是61比较合理啊 因为这边已经这样 这边这样长哎 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是1 然后这边这样短 你跟我讲这边是6 就不合理啊 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是阿嘎阿嘎的啊 那个感觉到了就到了 好就这样 这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走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两个名词哦 OK我们这边有一个点 随便一个点 我们假设他叫做P P这个点假设叫AB A是他的X轴表 B是他的Y轴表 好这样我们有两段的长度 好第一段的长度是这个 这个 跨过 好第二段的长度是橙色的 这个 来 Jayden Jayden你还在吗 Jayden 嗨嗨 怎样 没有什么啊 哥哥够的好吗 你们还可以出去外面面不可以啊 楼下打网球也不可以啊 你们继续打啊 你家里外面有网球场哦 我家里外面有网球场哦 OKOKOK好很好啊 OK好 佳俊 嗨 等一下你们帮我两个家军啊 一个是 呃 G同学一个是马同学啊 好 这样你都开麦了 就你回答哦 哎 A是绿色的还是A是橙色的 嘿嘿 A是橙色的啊 没有啊我就问你吧 A是橙色的哦 OK很好 那另外一个家军 对啊 对啊 家军很帅 天乐客地开麦笑耶 还是什么问题 哈哈 他特地开麦笑给绝帆丁耶 来 家军 A是橙色的还是绿色啊 A是橙色的啊 好 来我们下课到点 我们下课回来继续聊 拜拜 T欸 大概是个人的 人的 也不是 有一个人的 我看这个鞋 혹시您能做的 这一条 了 这一条 是 嗯 那 行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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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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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了 很烦的我知道 我可是要写 我觉得很烦啊 好 来 碰一次点哦 然后有三个点 3-1 1-7-5 所以三角形有三个点 那这没有问题哦 然后这种题目是不用画图的啊 补充一下啊 不用画图的 我们直接做的啊 你不要去画指甲座标图 不用了啦 除非你要用指甲座标图 你画美美 然后你用两角去证明给我 看他是指甲三角形啊 不用啊 没有人家做了 用用数学的方法 ok Isocellus Isocellus是等腰 等腰 Rug Angle是直角 所以这题目要求我们证明 这三个点形成的三角形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把它证明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哦 所以我们唯一 现在比较可以做的事情是先Lat 点哦 因为等一下我们 我们在做距离公司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嘛 可以ABC三个Lat出来 好 然后Lat完三个ABC之后 我们把三段的长度都找出来 ABC跟AC OK 我们把三段的长度都找出来 然后找出来之后 如果你会写后续这样你就写哦 如果不写后续也不要紧 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讲写 OK 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后面的部分要讲写 你如果怕就不要先使用 你就先计算出来就好 OK啊 然后 然后下课前问多一个问题 这样等变三角形 一起 好 Equilator Triangle OK哦 好 嗯 哦 不用我讲答案了 没事啊 好 就这样这个是 嗯 今天我们讲到的地方 然后然后 对对大大大大要 差不多要下线了 因为 已经有离五的人跑进来了 我们 我们共用一间教室 对对我把我的私人的聊天室 直接变成 就是这么私人的 直接变成大上课那个 其他班级都是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聊天室 对 不要摆出厌倦的脸啊 来我们下课 好 就这样 OK 之后就就这样哦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